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被戳破的气球慢慢泄起一点点 最后让男生耗尽所有力气 但我最近听到另外一个特别奇葩的分手理由 竟然是因为女朋友太懂事 那个男生的苦恼是女朋友太独立了 仿佛她的字典里根本不需要男朋友这个字 两个人出去逛街 女友总是一个人提着一大堆东西 她想帮忙 却抢都抢不过来 出去约会 对方总是把所有的一切的规划好 电影票 餐厅订座位 都是从来不用她费心 好不容易盼到了女友过生日 她感觉终于有机会表现自己了 买了全套口红给她 对方却撇着嘴说 太奢侈了 你为我花了这么多钱 有时两人约好去看电影 她突然要加班 她酝酿好情话 给女朋友打电话说抱歉 女朋友虽然已经化好了妆 等着她 但被放了鸽子也不闹 在电话里淡定地跟她说没关系 她攒了好多安慰的话 此时 却更在喉咙 一句都说不出 她特别失落 就像面对一团最柔软的棉花 温柔美好 但却不是她想要的质感 她找不到任何为她付出的机会 毕竟女朋友的口头禅士 不麻烦你 约会是她旨意AA 生日不收她的礼物 生病是不需要她照顾 本来听男生这么抱怨 我心里还蛮想骂醒她的 找到一个这么善良的姑娘 竟然还不知足 却在最近读的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我似乎理解这段关系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了 要是一个男人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对爱人而言无足轻重 他就会灰心丧气 不愿在经营着的感情 如果没有人需要她 她就丧失了做一切事情的动力 如果她感到女人欣赏她 需要她 信任她 接纳她 她就会力量无穷 洗尽百倍 对男人来说 不被他人需要 即意味着 满心死亡 所以此时的懂事切心 似乎成了一个恋爱魔咒 成了恋爱路上的斑脚石 感情不都是从互相麻烦中开始的 你需要我 好巧 我也需要你 就像今天你生病了 我虽然加班很忙 但还是冒着大雨 为你送药照顾你 就像明天我突然想看午夜电影 半夜把你拖起来 让你陪我嗨 就像你来大姨妈 你吵着闹着 要我给你冲红糖水 绕肚子 很多爱情甚至是 从互相麻烦开始的 在情侣之间 那些麻烦不再是牵绊 不再是包袱 而是享受 去年热播的电视剧 沿喜攻略的复杀荣音 她是最端庄 贤淑的皇后 是乾隆皇帝一生的白月光 当她的孩子无缘夭折时 她情绪崩溃地问乾隆 我是谁 皇上 你说我是谁 可是乾隆的回答 却近乎是残忍的 你是真的皇后 是爱心绝落 红利地挤发妻子 你没有放肆任性的权利 更没有中途退出的可能 最终压死 复杀皇后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儿子的死 而是她突然意识到 自己懂事规矩了一生 每天尽心尽力 可是到头来 一切都是枉然 漂亮温顺又顺从的皇后 这个标签成就了她 也绑架了她 她活成了所有人心目中期待的模样 却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成熟懂事固然是一件好事 只是大部分人都忘了 这个世界上除了懂事和成熟 还有两个词叫做 委屈 可不快乐 懂事的女生 坚强地让人心疼 处处替别人着想 换来的这是对方的放纵和理所应当 所以亲爱的你 别去做太懂事的姑娘 你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也要有自己的任性和小脾气 没有谁必须要忍着谁 让着谁 也没有谁天生就是悲宠的 在与人相处中 你越是善解人意 别人越不会把你放在心中 甚至直接忽视你的感受 我多么希望 你能有什么说什么 一个人撑不下去的时候 说一声 有另一个人 与你分忧解难 在需要帮助和遇到苦难时 你可以适当苦闹 因为那个人 很期待与你 共同面对 未知的风险 星期天 某个蜿蜒 在镜子前 他打量着时间 赴了约 谁在对面 话题都 细听怎辨 他说他 有那几年 分分合合 去去遮掙 和他 厌倦了 什么誓言 那哭怜 没有缘 不如放开那些执念 全当不曾遇见 被旧人生来敷衍 从来只是你为的消遣 不知关心多一点 那吹着公车的少年 如今西装比挺体面 可惜只干你为的浮潜 人间笑得多欢迎 苦涨的一瓶吞颜 任他和他 住在另一个世界 拼近这泪心波澜 不说再见 是最好的想念 让日子匆忙平淡 这眼间 好几年 忘了几年 算是一把万全 醒来谁在身边 那张脸 陌生一如从前 从来只是你为的消遣 不知关心多一点 那吹着公车的少年 如今西装比挺体面 可惜只干你为的浮潜 人间笑得多欢迎 苦涩的一瓶吞颜 承认了伤心波澜 人间笑得多欢迎 冲车的一瓶吞颜 尝尝一瓶吞颜 不知关心多一点 乱吝尝一瓶吞颜 那吹着公车的少年 如今西装比挺体面 如今西装比挺体面 可惜只干你为的浮潜 人间笑得多欢迎 承认了宿命就输给时间 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